各位朋友大家好 從昨天下午開始 台灣的所有的媒體以及普通老百姓 茶餘飯後接談相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首富郭泰銘要參加總統選舉 郭泰銘過去曾經說過民主不能當飯吃 我相信他現在一定意識到了民主有多重要 雖然同樣是大陸的首富馬雲 他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下 他敢選任何官職嗎 他不要說選國家主席這種黨的總書記這種職位了 你讓他選一選北京市長上海市長他都不敢 政治在大陸那是其他人不能軟指的 這個禁軟只是少數共產黨員 共產黨最高層的權貴 他們的一個內鬥的遊戲 所以說其他的那些商業界的人士文化界的人士 無論你有多麼高的才幹 無論你有多大的成就 你都不要想碰政治 一碰就是死路一條 台灣就好了 台灣有民主制度 那麼你在各個行業的有成就的人 尤其是在經濟行業有成就的人 你就可以以你自己的成就 作為從事政治的資本 那現在郭台銘也出來 引起了各方的熱議 改變了台灣的整個這次選戰的這個格局 所以說這一次這個選戰真是非常有看頭 那麼我現在就來給大家 給我們尤其是大陸境內的這些朋友來講一講 他這一次郭台銘 這個台灣首富這次來參選 他對台灣的這個各方的政治勢力 也講一講他對中共的現在 他這個今後政局發展的一個影響 那對國民黨來講 那當然是利好 完全利好的消息 那郭台銘本這一次是代表國民黨 他要在國民黨參與初選 最後如果成功的話 是要代表國民黨來參加這個總統選舉 郭台銘他本人呢 據說是有50年黨齡的老國民黨員 中間雖然是因為做生意 脫離了很長的時間 但是他跟國民黨一直有很多的關係 經常是捐款的 跟馬英九前總統的這個私人的關係 也相當不錯 跟馬英九好像是他的文教基金會 捐款了有6000萬台幣 相當於200萬美金 所以出手是相當大方的 所以跟國民黨的這個淵源比較深 這是代表國民黨出戰 他這一出戰呢 給國民黨解決了大問題 因為以前國民黨呢 他有三個人 是這個由選舉總統的這種意象 那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王金平 是國民黨的一個這個元老 當過多屆的這個立法會的議長 另外一個呢 就是國民黨的前主席 以前也參選過總統的朱立倫 是國民黨的這個中生代的 是比較年輕的這種政治家 但是這兩個人呢 現在這次民望都不是很高 民意調查的支持度不是很高 無論是在南營之內 還是在整個台灣支持度都不是很高 那麼國民黨內支持度最高的是韓國瑜 韓國瑜呢支持度雖然高 但是呢 他過去的這個底子這個基礎 不是很好 過去也沒有什麼政績 那是去年這個高雄 參與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啊 突然一下子就竄生了 形成一股韓流 暴德大名 那麼國民黨內啊 真正的那些有實力的這些人物啊 那些啊這個有政治經驗的人 都覺得這個事情裡面呢 總之是有一些隱患 上升的快呀 可能跌的最後也快 尤其是韓國瑜他曾經在大陸啊 參與過北京大學的一個博士班 而那個博士班呢 都是中共內部的這些打官顯貴啊 他們參與的 實際上是一個俱樂部 是一個殺龍性質的這樣的東西 韓國瑜到那裡去 在求學呢 有這樣的經歷呢 大家都知道 對中共的這個統戰系統啊 情報系統比較了解的人都知道 一般的人進來那裡啊 那是很難全身而退的 所以對他的這種背景 也是有一些擔憂 那麼這些情況加起來啊 現在這個郭台銘一出馬 那麼其他的人呢 基本上就退了 沒有辦法來跟他競爭啊 王近平和朱立倫這兩位呢 是因為他們的這個民意支持度 跟郭台銘沒辦法比 在正式的初選當中 可能呢就會被淘汰掉 那麼韓國瑜呢 他是啊 以前是等著這個國民黨來徵召他 因為他剛剛的這個參 啊當選了高雄市的這個市長 他沒有辦法自己說 我辭了這個市長的職務 來參與國民黨這個黨內的初選 只能等著國民黨徵召 而現在郭台銘出來了 說我一定要參與這個初選 那麼現在國民黨就必須的 必須得舉行這個初選 一舉行初選 那麼韓國瑜就根本沒有資格參選了 那如果是他這個 辭去高雄市長來參選 這個就私出無名了啊 對不起高雄的那些投他票的選民 那一定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彈 最後也會引起影響他的整個的選情 所以說這次韓國瑜是基本上是出局了 那麼另外兩位國民黨員 民意支持不夠的 那一定也會讓位給郭台銘 所以他解決了國民黨內的這兩大問題 一個是這個初選制度 到底堅不堅持的問題 第二個是韓國瑜這個人氣雖然旺 但是呢基礎不夠扎實 而且有隱患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對國民黨來說完全是利好的消息 對民進黨來講呢 就不是利好的消息 現在是遇到了勁敵 以前如果是朱立倫或者是王金平勝出 那麼民進黨是很有希望能夠繼續執政的 但是呢如果是國民黨真遭了韓國瑜出來選 民進黨這個希望啊還是比較大的 因為韓國瑜 剛才大家說了 他有隱患 而且呢他基礎不扎實 他過去並沒有很好的政績 他雖然過去也從過政 但是呢政績真是非常的一般 甚至說可以說是很差 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總是靠耍嘴皮子 他就能贏得總統的大選 那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啊郭台銘出來 那是比以前的這幾個人都有競爭力 因為他雖然沒有從過政 但是他這個搞經濟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而普通的老百姓的邏輯就是 你能把一家公司搞好 把一家公司你讓他賺到錢 那麼你可能也能讓這個國家呀 能夠富裕起來 而且現在台灣人呢 最想的就是發財 就是賺錢 所以說呢 這次民進黨是遇到了勁敵 但是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考慮 民進黨呢現在也不應當是自亂正角 因為郭台銘雖然現在人氣很旺啊 勢頭很猛 但是呢他是政治素人 他過去一直是在一家大公司裡面 他自己的公司裡面自把自圍的 完全是大家長的作風 那麼這種作風啊 管理一家公司 半軍事化的管理 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沒有人敢跟他抗衡 但是在民主體制之下 你要運作一個政黨 讓這個政黨來支持你 你要取得所有的這些老百姓 對你的支持 這跟經營一家公司啊 跟別人去競爭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政治和經濟是完全不同的一個職業 搞經濟型的 不見得搞政治就行 搞政治型的啊 普通的搞這個組織工作 動員工作型的 不見得搞選戰就行 而民進黨呢 在這些方面 那都是行家離手 搞選戰 那這個技術方面的 戰略方面 都是相當厲害的 雖然呢 去年那一次選舉啊 失利了 那是因為有新的元素出現 那是因為啊 中共啊有大量的這種介入 而中共他們又啊 運用了互聯網的這種 造勢的這種機制 讓民進黨措手不及 我相信呢 這一次民進黨 他們應當已經發展出了 應對之策 而韓國瑜呢 而這個郭台銘呢 在這方面是素人 所以說 只要民進黨穩扎穩打 這種取勝的希望 還是有的 絕對是有的 就看對方犯不犯錯誤 犯錯誤 犯到什麼樣的程度 現在呢 實際上最關心 將來這場大選的是中共 對台灣的老百姓來講 對台灣的兩個陣營來講 大選對他們來講 雖然很重要 但是呢 不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 每四年就要選一次的嘛 這次真正是輸了 下一次還可以再來 但是對中共啊 對習近平政權那就不一樣了 這一次選舉 台灣的這次選舉 絕對是關系到習近平政權的 他的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我來給大家講一講 為什麼 習近平呢 他一上台之後就開始搞反腐 為什麼要搞反腐呢 因為他想把政敵全部都給幹掉 把權力都集中他的手上來 權力集中他手上來幹什麼 搞個人獨裁 要建立一個習氏王朝 要把中共的這個權力架構啊 從鄧小平時代那種多投資啊 現在變成變回毛澤東時代的那種 一人獨大的啊 那種獨裁制度 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 他在搞這一套的過程當中啊 他就結了無數的仇家 樹立了很多的敵人 那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啊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已經進展了啊 進行了七年之後 他就沒有退路了 那麼他只能繼續幹下去 他必須得完成啊 必須得完成啊 那個人的這個終身制的這個條道路的這個建設 絕對不可能中途停下來 而他要繼續執政啊 中共的他這個過去 這個規矩啊 是你執政兩屆了 十年你就應該退下來了 要想破這個規矩 他就一定要有一些啊 政績 要有一些豐功偉績 讓眾人呢 能夠屈服於他的淫危 那過去毛澤東 那是靠在過去歷代的這個 這個幾十年的戰爭當中啊 打下來的 那所以說他有這個威望 那鄧小平沒這個威望 他就只能搞這個寡頭制 只能搞多頭大家共治的這種局面 習近平呢 他在這樣的這個和平年代 要想搞獨裁制 非常困難 一定要建立豐功偉績 這個豐功偉績到哪裡去建立呢 在國內搞經濟 現在還是已經完全沒指望了 現在習近平呢 當政之下的這個經濟 比過去胡錦濤江澤民鄧小平 實在那是差的太遠了 而且還會繼續差下去 經濟會崩潰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他又想建豐功偉績 只有是通過對外的發動戰爭 或者是開疆拓土這種情況下 才能夠贏得軍隊的全黨的支持 那麼環顧中國的四周 你看看哪一個地方 能夠讓他用兵動武的 沒有一個地方 像北的俄羅斯他不敢動 哈薩克這些地方他不敢動 那麼外蒙古這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他不敢動 那阿富汗現在是美國佔領的 他也不敢動 巴基斯坦是他的老鐵 你這個私處無名 而這個印度啊 現在國力也相當的強大 那有在清藏高原的那 他更接近在戰略上更有優勢 所以說中共也不敢動 而緬甸啊越南的這些國家呀 現在已經納入了這個跟美國結盟了 在美國的勢力範圍之下他也不敢動 現在他唯一的可以有一點辦法的就是在台灣 而台灣呢又對他這個政權呢 持續下去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是衝破美國對他封鎖的 同時對美國形成了一定的軍事上的威脅的 這樣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和平統一台灣當然是最佳的選擇 如果和平統一不了 那麼武統他也說了一定要做 而且這個任務啊不能一代一代的拖下去 他已經表述的非常的明確了 也就是說在他這一屆內 在2022年之內 他一定是要把統一台灣呢 要跨出實質性的一步 那麼怎麼樣跨入呢 那一定要有一個前提條件 就是說一定要有他們能夠控制的 完全聽命於他們的人來當這個台灣的總統 對中共來講 郭台銘這次啊突然殺出來參選 半路殺出個郭台銘 是好壞參半 這個消息好壞參半 壞的在哪裡呢 就是中共過去啊 為這一次大選做了好些年的準備 長期的佈局精心的策劃 郭台銘這一出來 把他們完全給攪黃了 要重新再來 好的在哪裡呢 因為郭台銘參選呢 至少是讓這個民進黨的勝算 又減小了一些 他們最恨的是民進黨的人 民進黨的人在 那麼就一定會加強國防 而台灣只要以加強國防 只要和美國一在國防上面呢 結成勞不可破的同盟 中共要想合同要想武統 那就一點門都沒有 但是郭台銘呢 郭台銘雖然不會說是像其他的人那樣啊 完全聽命於中共 但是郭台銘呢跟國民黨啊 我覺得他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們在對共產黨的認識上面 有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們認為共產黨是可以啊 通過和平談判 來跟他們呢長期的和平共處的 所以說呢 郭台銘他有幾句話 這個對今後台灣的這個規劃 他有幾句話 他說啊 現在台灣的市場是要靠競爭 技術是靠研發 國防是靠和平 命運是靠自己 其他的三句話就一點的問題都沒有 大家都能夠贊同的 就是這個國防靠和平呢 這裡面有很大的問題 應當倒過來說 是和平靠國防才對 對面對中共這樣的敵人的時候啊 你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 你沒有阻嚇他的力量 你是絕對不可能跟他和平相處的 他是時時刻刻都要琢磨著 要把你消滅掉的 這是中共啊 過去幾十年 九十年當中啊 一直九十九年的過程當中啊 他們一直秉承了這樣的一個本性 侵略的本性 他們在弱小的時候 他可以跟你和平 一旦比你強大了 他就要把你消滅掉 所以台灣想和平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啊 讓台灣的這個軍事力量 永遠是在處於上風 尤其是海空軍的力量 永遠處於上風 讓中共啊 沒有辦法登陸台灣島 這個時候和平才有一點點希望 那麼國民黨現在一個主流的意見 就是說一定要跟中共啊 簽立一個和平協議 中共在過去歷史上 從來就沒有遵守過一個協議 他們也簽訂了很多協議 但是只是運用這個協議啊 讓對手放鬆警惕 讓對手啊 認為他們不會再有侵略他們 這個時候他們就更有機會侵略 更有機會取得成功 比如說他們跟西藏簽立過 這個十七條和平協議 等到他們把兵力都佈置好了 這個時候這協議就作效 作廢了 達賴喇嘛就不得不逃亡了 那麼他們就把西藏徹底的接管了 把西藏過去的制度全部改掉了 把西藏的那些統治集團呢 全部給換掉了 那不僅僅是西藏如此啊 國民黨在過去跟中共打交道的過程當中啊 也吃過好多次虧啊 剛開始的時候中共很小 國民黨啊是聯俄容共是包容他們 結果他們做大了 最後啊幾年之內 那就開始反叛了 那後來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 國民黨又跟他們達成了和平協議 把他們收編了 結果呢他們有一萬多人啊 在八年抗戰過程當中啊 他們消極抗日啊 積極的發展自己的武裝 積極準備打內戰 一下子發展到 從一萬多人發展到一百二十萬人 那後來到抗日戰爭結束之後 國民黨跟共產黨又簽訂了和平協議 但是這個協議沒有持續到半年就被撕毀了 共產黨派著林彪啊 派這個率領著大軍到東北去啊 要佔領他那個啊 當時啊工業最發達還最複數的地方 而且呢跟蘇聯這個完全的是接壤的 從蘇聯那邊呢 接受了大批的日軍的武器啊 甚至是接受了日軍的這些技術兵種 強化了自己的軍事力量 最後在東北把國民黨打敗了 然後用東北的那些資源那些人力 那麼大舉進攻關內 最後把國民黨整個的防線吹垮了 國民黨為什麼現在在台灣 這一個小島上面要跟民進黨爭呢 那就是因為被中共從大陸趕出來了 是因為中了中共的所謂和平協議的這個軌跡啊 怎麼會到了這個地方 大家還不接受教訓 還想著要跟中共簽訂一個協議 台灣就安全了 我告訴大家 如果是大家有這種想法 而這種想法的人呢 又掌握了台灣的這個最高權力的話 那麼國民黨可能到時候啊 連台灣都沒有了 就是當年講公 憂心的 要是再這麼下去啊 我們呢就要這個舉身赴海了 我們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現在台灣是國民黨最後的根據地 現在不能夠啊 大家不能夠再犯過去那種錯誤 再犯錯誤 真是啊 最後就被共產黨徹底徹底的消滅掉了 好 我希望呢 無論是民進黨的還是這個國民黨的 大家都一定要啊 在民主的這種制度的這個規範之下 大家來一場公平的競爭 我更希望兩黨的人啊 兩派的人 兩個陣營的人呢 大家都認清中共的本質 認清了這一點 無論誰執政 台灣都是安全的 台灣的民主 就是全體華人的這個燈塔 台灣將是中國的一個模範 如果認不清中共的這種本質 那麼中共在吞掉台灣之後 他們會繼續奴役大陸人民 大陸啊 那就是永無出頭之日 大陸人民呢 災難 那就會繼續持續下去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再見